我们现在来介绍方向导数的定义 方向导数是什么样算出来的呢 假设这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也就是在空间上面的一个曲面 我们的话要计算方向导数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这是X轴 就是Y轴 然后在X0Y0这边有一个点 假设这是平面上的一个点 叫做X0Y0 这是点 然后我们假设我们要想要算的是 在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我们假设叫做U向量 它是两个分量 一个叫做U1U2 当然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它假设成它是一个单位向量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的话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这边对应上去 这是X0Y0所对应上去 在这个方向上面的切线的斜率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去定它的定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方向导数 D1U U方向 函数叫做X0Y0 方向导数 方向导数它的定义就是说 我们取一个极限 这边是H趋近于0 这边的话我们让X0加上HU1 Y0加上HU2减掉X0Y0除以H 这就是我们方向导数的定义 也就是说在X0Y0对应上去 U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所对应上去的这个 所形成的这个平面 切出来的这个曲线的切线的斜率 那么如果说各位同学不是很了解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特例 让各位同学看一看 同学比较容易了解 假设第一个状况 方向假设是10 10是什么意思呢 10就是X轴了 来我们来看看方向导数会怎么变化 方向导数 就会等于Limit H趋近于0 好我们看看上面怎么写 上面的话这边是1 所以我们这边写X0加上H Y这边的话没有了 就是Y0扣掉X0Y0除以H 那各位同学非常的清楚的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对X的片尾 在X0Y0的点 这个方向导数也就是说 它的话呢是一个general的case 它的话呢可以包含着对X篇围 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U假设是01 那么我们后面就不用再写了 我们的方向导数会怎么样 那各位同学可以猜得出来 方向导数是什么 这边的话是0这边是1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写出来 它是FY 也就是说 对Y来偏微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方向导数的定义 刚才我们介绍了方向导数的定义 那么定义的话呢 看起来的话呢 以极限的表示方法 看起来蛮复杂的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一个定理 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好记忆 它的话呢是一个向量的内积 这个是对X篇围 就是对Y篇围 那么这是它的方向 这是第一分量第二分量 我们要注意的 这是一个单位向量 要单位化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证明这个定理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方向导数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再写一次 方向导数的定义是 Limit H趋近于0 这是一个蛮长的 X0加上 这边是HU1 Y0加上HU2 减掉FX0Y0除以H 好我们看看这个是我们原来的方向导数的定义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前面这个 我们做怎么样的一个假设呢 我们设这个叫做F 大F好了 它是一个H的函数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把它的权围分写出来 权围分是 DX 再加上FY DY 好 现在继续往下做 我们 DF DH 我们把它 全部都除以一个DH 这样子做 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同学请看 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这是X 这是X 这是Y 以H为变数 对X来偏微 那就是U1 这是U1 这是U2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的话呢 这个算式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一个向量的相承 就是我们的内积 Inner Product U1 乘以U2 这个是 这边是头乘头 尾乘尾 这样的记忆的方法 比较容易上手 那现在我们实作一题 方向导数的一个例题 那做方向导数 我们要用的是 刚刚的定理会比较容易 现在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双变数函数是 F of XY 是在这里 点X0 Y0 是12 方向 U是 1 2 2 根号3 他们已经单位化了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求 它的方向导数 那么我们根据刚才的定理 刚才的定理的话呢 方向导数 怎么算呢 我们要把它写成 两个向量的内积 这个是我们刚才才证明出来的 Inner Product 二分之一 二分之根号3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计算 现在对X来偏微 这个地方是2X 我们向量采用尖的方式 是跟坐标有所区分 这样比较不容易弄错 对Y来偏微呢 就是3Y的2次方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别忘记了 这个地方的点是哪里 X是1 Y是2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要带1 2进去 外面还有一个 2分之1 2分之根号3 要准备要做内积 来继续算下去 这个X是1带下去 这边就是2 2带下去 这边是12 好 我们算一下 内积的计算是头乘头 加上尾乘尾 所以这边是1 2分之1 2分之1 乘上2 就是1 1加上 这边相乘就变成了 6根号3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导数的数值 这是的意义就是说 在12这个点对应到F of XY上面 在2分之1 2分之根号3 方向的地方 它的切线斜率是 1加上6根号3 那么方向导数这个观念 因为它有了刚刚那个定理 我们在后面有很多的应用 都需要这个观念